提起刘德华 在每个人的回忆里 都会有许多个经典的角色浮现出来 而在刘德华的表演经历中 塑造了无数经典和闪耀光芒的角色 作为演员 他是华语影坛的巨星 致力于电影事业的发展 并且贡献良多 而作为歌手 他是华人演艺圈 演而优责唱的代表人物 他独特而崇厚的嗓音 在歌坛上独树一帜 而他的歌声也被外界 清晴地称为刘世情歌 欢迎收看本期影音追忆 第100种刘德华 电影阿虎对刘德华而言意义非凡 这是刘德华的第100部电影 电影讲述了香港自由搏击拳手 孟抱着打假拳的心态 出席的亚太之王大赛 希望从中获得利润 然而当他邂逅了前来拍摄纪录片的 年轻女摄影师PIM之后 命运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转变 中途弃权的阿虎 在赛后经不住泰国选手查赛的挑衅 措手将他打死 而阿虎也因为误杀罪入狱服刑13年 出役后PIM已经去世 为阿虎留下女儿Bloin 在雄爪女儿的过程中 阿虎与年轻的孤儿院院长相识 进而产生情愫 阿虎为向女儿证明自己是一个真正的拳手 也为了补偿当年PIM的期望 以及不负修女的所爱 他毅然付出拳坛 在莽的协助下与当今的拳王塔旺进行殊死战 最终因为实力差距 被巅峰撞大的塔旺打死 电影中蓄起了胡须的刘德华 展现了成熟男人独具的沧桑 正如同电影所要传达的主题一样 错误是年轻的代价 而责任却是成长的结果 阿虎的眼神洗净千华深沉内脸 像是一本读不完的故事书 和塔旺的比赛一开始就注定 这场比赛最重要的不是结果 而是过程 正如阿虎自己所说 做一个拳手最难的不是赢 而是每一场比赛都问心无愧 与其说对手是塔旺 不如更确切地说是他自己 而影片中最温情的一幕 是在火车上 阿虎的女儿睡着在爸爸的肩膀上 阿虎轻轻地为他盖上衣服 面对初次见面女儿的亲衣 有点不自然 又有些享受的过程 阿虎的女儿 除此之外 刘德华的歌曲在影片中 一口气出现了三首 给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 即将离开巴蒂亚的阿虎 被告知院长并非修女 两个人互诉爱慕 骑着抛锚了 阿虎下车去推车 而修女却不忍心 动摇阿虎离开的决心 此时音乐响起 阿虎犹豫片刻 终于起步狂奔 最修女的汽车 本歌曲 起步狂奔 Pittsburgh 《月娥不 Report》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阿虎》是我心目中刘德华表演最出色的一部电影 相比起暗战 无间道 刘德华在《阿虎》里有更多的空间和戏份 人物的内心戏也更加的丰富 刘德华在这部影片中的表演 已经有足够的沉淀 而看过这部电影 提示在苛刻的影评人 也必须肯定刘德华的演技了 节目接近尾声 小编想问大家 如果你是阿虎 你会选择和修女过普通生活 还是向修女和女儿证明 自己是一个真正的拳手